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和右间写的方 方向相反 有轻到中 然后顿比 写法一样 方向不同 也是三个角 三个面 三个面的长短 也是一样 最短的 最长的 同样也是像外红 这样比较好看 它可以写成 一笔写完 手笔 也可以 越一向 左 所以回点 小的竖沟 写在竖中线上 顿一下 不要写得太长 点 左右 过一点 对 这个点 向左斜 这个点向右 稍微平一点 角度不同 这个是垂直的 三个笔画 它方向稍微有些变化 凡是写左点 它都有右点的配合 基本上是 只要有左点的字 都有右点 撇 撇点 漏风起变 向右下方 稍 顿 然后再向左下方 有重道轻 手笔 粗细 留着角度 要注意 顿一下 稍微 有点 方的 过 第一个红 要短 向上斜 竖 上面 抽 下面 写 这个要高一点 两个数 高低 要有错位 横 同样也是 要有长短的变化 这个写 下面两点 这两点 不能超过这个横 应该在横的里面包住 覆盖住 横 和横的对比要有长短 树和树的对比要有长短和粗细的 两点 漏风 轻入笔 两点 漏风 轻入笔 向上 顿一下 直接向上 下面稍微圆一点 不要写成方的 圆润一点 下笔的时候 稍微轻 不要太重 这个点相对 比较简单 左点 握钩 有细到抽 顿一下 勾上去 这两个点 基本上在一条线上 斜钩的话 斜的时候 先斜 然后再平 再钩 这样把它连起来 就是一个握钩了 那要注意这一点 要自然 不可写的 从指甲 流轻到重 看来 就像一个人 这样子 这些人 就像一个人 这样子 这样子 就像一个人 那样子 这些人 那么多 这些人 有细